4比2刘莎莎领先 现在关键是怎么抑制住对手比分的增长 潘晓婷一定要等机会 来了机会要抓住不放 3比4和2比5进入局间休息 是差的比较多的 看一看 看看有没有用6号球来挡到1号球的线路 应该大部分都挡住了 也给潘晓婷出了一个难题 看一看是不是挡住了 给我感觉好像没有挡住 潘晓婷再往下往左上角的底带瞄准 这个镜头刚刚给到 有机会 好的 刚刚稍稍不够低 K这个7号球K的不够正 刚才说了 潘晓婷坐在那里要挡机会 机会来的时候一定要抓住 绝不能让对手一帆风顺下去 潘晓婷以前取得的一些好成绩都是参加国际大赛 没错 并不是在自己的主场 上次在上海的中国公开赛 潘晓婷发挥不是很理想 只打进8强4分之1决赛输给了凯利费雪 这次在沈阳的世界紧妙赛 潘晓婷我想赛前他定下的目标肯定是争取要夺冠 而且我相信打进半决赛 所有的选手都是直指冠军 潘晓婷之前在巴弗尼决赛 能够避开他的克星奥地利选手奥斯查安 这个也是很幸运的 奥斯查安是被高梦给暴冷击败 被中国的14岁的小将 也是潘晓婷的师妹 但是潘晓婷在和高梦的比赛 应该说是赢得很轻松 9比4 应该说整体这回中国军队表现 三个层次的选手 应该说都是全面开花 是一些世界名将 纷纷折迹在中国队的干想 尤其是从32强的比赛开始 连续是爆出冷门 而且冷门的制造者都是中国选手 像金家映 爱丽森飞雪 这些都是 爱丽飞雪 微股精美 这些选手都是在 前两轮的淘汰赛就出局 包括你刚才提到 二次查安 对 二号球那是贴在了上方的边阔 嗯 一球 刘莎莎在考虑防守啊 上半场的比赛 对出肝没有时间限制 可以更多的调整一下 就是对刘莎莎的比赛 潘晓婷也是作为老将啊 应该是尽可能的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 没错 不能被对方这种快速节奏牵着的鼻子走 所以尽可能在没有机会的情况下 潘晓婷呢 是要给对方设置一些障碍 嗯 来错一错对方的锐气 没错 减缓一下对方前进的步法 要利用三号球 看看效果怎么样 还是可以的 不错 两颗球控制的非常好啊 二号球要刻意躲开 靠近左侧苦边的四号球 嗯 这三个球形成一条直线 嗯 比赛打到现在为止啊 刘莎莎发挥的非常好 嗯 而且也是非常稳健 这个左边一颗星啊 没办法救 只能是跳球了 差一点没有能够跳进 哎 看看运气 还是有机会 嗯 留下了底带的机会 那在美国的比赛当中 潘晓婷在跳球这个方面运用的还是不错的 经常是能够解决难题啊 对 跳进 对 应该说潘晓婷在技术层面 包括心里面整体还是比较均衡 对 很全面 嗯 没有呃 特别明显的落下 哎 这个时间很好 还刚好有点角度 三号球 一顺势叫到四号球 对 现在他考虑这个角度啊 啊 他球干点的位置就是他希望母球停的那个位置 停的那个位置和只有那个角度 把四号球打进左上角底带母球吃边裤 滑过来叫六号球 因为现在六号球一五五五他叫的那个位置 应该是六号球的 在九号球边上的就是六号球 六号球的这个左下角抵戴有机会 这个位置很关键 好球 五球控制的非常精细 这个只有16岁的刘莎莎 真是展现出和他年龄不相称的 这种老练跟成熟 没错 信心非常强 像这种干法 你心态稍稍有一点点砸碾 后手稍稍有一点点加力或者减力 都有可能会影响母球的走向 看看力度 这样的话应该说潘晓婷 今天是遭遇到了劲敌 力量轻了 昨天潘晓婷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 打的也是比较晚 9点半才开始就面对韩国的车友篮 打完了已经是11点多了 就不知道这个休息的怎么样 打稍稍厚了一点 这样潘晓婷终于等来了机会 非常难得的机会 抓住3比4 一盘的落后进入局间休息 应该说双方还在同一期望 对对对 因为局间休息完了以后 应该冲球局在握 是 厂边也是坐了半天了 对 终于是等到了机会 所以 桌球这项运动也是一个比耐心的运动 刚才是潘晓婷改换了架杆的方式 先是用凤眼式的架杆 然后是改过来 七号球角度刚刚好 调整 经验 这一局还没有时间限制 没错经验 这个就是经验 还是说刚才那半天的 傅小芳如果有这个经验 可能刚才的比赛结果就不一样 对 因为你比赛当中 难免会遇到一些 这个 意料之外的事情 关键你怎么来处理各种情况 其实作为比赛选手来说 更综合的一句话 就是说 其实考验你是处理各种情况的能力 包括台内和台外 就是看你的综合能力 没错 不光是你的这种 比赛当中的能力 各方面的能力 都是要来比拼的 没错 效益干准度 好的 赢了第七局 这样目前的比分呢 是4比3 刘莎莎还暂时领先 上半场的棋盘比赛结束 稍是休息 先进广告 我们等一会儿呢 继续来给您直播 双方后面的比赛 双方后面的比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